奢华宽敞的衣帽间内,金明叔举着手机边拍边问,你觉得这套怎么样,会不会太正式了? 他正在试的是一条卸了群称的九红缎面小礼服裙,裸肩设计,腰间还有一条blingbling的碎钻细腰记带。 这条小礼服裙对身材要求极高,但它骨架小,皮肤白,裙子穿它身上不仅一寸也不余一寸, 还趁得他愈发的名眸好齿,楚楚动人。 视频那头的蒋纯似乎被没得一步开眼,好几秒都一眨不眨, 还是金明叔喊了两声他才回神,哦,是有点正式, 不过去西餐厅或者看话剧演奏会的话就还好,对了,你们晚上去哪? 就是不知道要去哪啊,他只问了我有没有空约会,然后说下班了回来接我。 说前半句时,金明叔眉头微皱,似乎还真有点郁闷, 可越往后说他那唇角就越往上扬,压都压不住。 且每一个做做扭捏的小表情,似乎都在疯狂暗示, 没错,我现在就是一只沉浸在恋爱中的小金丝雀,宝宝TVT。 蒋纯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,大下午还没睡醒呢,就被人掰开嘴,强行塞了把狗粮。 他勉强将这把狗粮咽了下去,但总觉得不是那么真实, 因为他实在脑补不出陈森那种我跟你废话,一秒钟都少挣了一个亿的冷面大佬,向人发出, 约会邀请实惠是个什么样子。 不过他也不需要脑补,因为金明叔太爱嘚瑟了,挑完衣服没憋住,非要给他看聊天截图。 陈森,宝宝,今晚有时间和我约会吗? 蒋纯轻轻扇了自己一巴掌。 嗯,有点疼,不是做梦。 蒋纯,这是你老公? 金明叔,不然呢? 蒋纯,你有没有给你老公打电话,看起来怎么像被盗号了? 金明叔,金明叔,你会不会说话? 蒋纯,不是,太魔幻了,这消息发的,你自己寻思寻思,岑森叫你宝宝合理吗? 糖之粥都没这么油腻呢。 金明叔,你成功做到了一句话,得罪三个人,微笑。 蒋纯,蒋纯,卑微。 蒋纯的冷水显然交不灭金明叔搓手手,等待约会的热情,要知道他和陈森结婚近四年,除了平安夜那次看电影吃火锅,还没这儿八经约过会呢。 认真化了个约会妆,设计了一个慵懒随意,又满是小心机的发型。 他又换了条相对而言没那么正式的烟粉色一字裙,完美露出精致性感的锁骨。 可换完妆他总觉得还缺点什么,想起某只扔在薄翠天华的手镯,应该很衬今天的打扮。 他想了想,还是智慧了陈森一生,又让司机送他去摆翠天华。 下午4点57,军役的高层会议仍在僵持,两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为了资源竞争炒得面红耳赤。 平日大家都是领导,对上对下装也能装得斯文和气,可真到了利益说话的时候,领导也和菜市场为了三毛钱零头找贪贩撕逼的大妈没什么区别。 非要找出点区别的话,那就是更汉更猛,更高更强,就他俩那架势,要不是会议桌太宽手又太短,估计都能撸袖子,直接在这一决胜负打出个你死我活了。 其他的与会人员都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,顶多口头上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劝慰,更多还是指着端座上手的大boss陈森表态。 可陈森无波无蓝,手指搭在桌面轻敲,目光静静的,看不出有什么真实想法。 有些人在心里默默笃定陈森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,毕竟他一贯的风格就是,要么不说话,一说就开大。 耐心等了三分钟,陈森终于有了开大的趋势,黄经理,宋经理。 争吵舒然停止,满是寂静,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看向主作。 陈森抬眼,清清淡淡说了句,五点了,今天先到这,散会。 散会? 包括黄宋两位经理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都没太反应过来。 虽然平时开会,确实有一个时间预估,但大boss主持会议,哪还有什么道点散会的概念啊? 念书那会儿,校长讲话,讲一个早自习班主任,还能让他别逼逼了吗? 大家处在突如其来的震惊中回不过神,陈森却已经起身整理衣经。 周嘉恒也默契上前为他收拾会议资料。 他们就那么看着陈森不急不缓走出会议室,然后大脑开始高速运转,疯狂脑补陈森莫名离场的真实含义。 两位经理这会儿也一反应过来,想起刚刚在陈森面前吵得那么不体面,冷汗沉沉的,总觉得这是要秋后直接问斩的节奏,于是死拉着周嘉恒这救命,稻草不让走。 非要问得清楚明白,周嘉恒无言以对,就是字面意义的散个会而已,用不用下成这样? 刚刚开会的时候,一个个的,不都很能的吗?人家要哄老婆,哪有心思听你俩在这,battle? 五点半,陈森的车准时停在百翠天花楼下,他给记名书打了个电话。 记名书漫不经兮应了声等等,然后拿着小望远镜,趴在窗边往下望。 虽然他早就无事可干砖等陈森来接,但约会拿桥的必经程序,还是得走一走。 只不过,这桥拿得他自个儿白找闹心的,不过五分钟,他就糟不住匆匆下楼。 见他穿了条小粉裙子,故作高冷地撩着头发,陈森下车,为他拉开副驾车门。 记名书描了眼驾驶座,你自己开车? 陈森嗷了声,拿起副驾上的粉白玫瑰递到他面前,又上下打量他,夸道,今天你好像,格外漂亮。 总裁就是总裁,格外这词显然是用心进修过的,从根源上就读死了女生们反问难道我平时不漂亮的可能性。 记名书递给他一个算你识相的眼神,小心翼翼护着花坐进了车里。 这捧花只有十一朵,花数不大,但胜在新鲜精致。 记名书爱不释手,一路上拿着字,拍了大几十张,等红灯的时候他还示意陈森偏头和他一起拍。 可陈森那个角度入镜总有点不和谐,他干脆拍了张陈森开车的侧身照。 记名书和陈先生去约会可爱,另配图两张,朋友圈一发,点赞和留言瞬间飙升。 赵阳,老夫老妻的,你俩也太酸臭了。 书阳,我觉着我得去宠物医院看看病。 赵阳回复书阳,不用看,你这是狗粮吃撑了。 谷开阳,今日份的书宝美颜已吸收。 蒋纯,宝宝安排一下。 陈盈双,二胎安排一下。 记名书依依回复,可没等他回完,陈森便停车提醒,到了。 这么快,他略感意外。 其实也不算快,毕竟他拍照辟图就花了差不多四十分钟。 陈森却没解释,只顺着他恩了声,又轻身帮他解安全带。 他们到的是一家法式餐厅。 记名书一想起,要和陈森在外面吃饭还是吃时间非常漫长的法餐, 就有点条件反射的脑袋痛。 带约会嘛,饭总是要吃的,于是他眼一闭心,一横就直接进了。 可非常出人意料的是,这次用餐并不是一次监考老师坐在面前催胶试卷的煎熬体验, 反而很舒心,很愉悦。 陈森吃得很慢,又非常顾及他的感受,帮他倒水倒红酒,还会找话题和他聊天。 而且他聊天的话题调节得很巧,正经地聊一会儿,没营养的又聊一会儿。 记名书感觉还挺神奇,他怎么在吃饭的时候忽然尬起了剑谈人设? 平日他只有在教育他的时候,还有上床撩骚的时候才有这么多话吧。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,他很喜欢他一直看着自己说些有的没的,就有一种,他是在用心和他相处的感觉。 吃完饭,两人牵着手在外头漫无目的地逛街,还顺着之前在餐厅聊起的上学往事继续往下,十分难得地谈了谈心。 一切都很完美,也符合记名书心目中对情侣约会的定义,如果他俩没有去看那场四地电影的话。 大概逛了半小时,记名书有点走不动了,岑森便提议去看电影。 在影院买票时看到有四地场次,岑森问他要不要试试。 他这种恋爱脑,当然是老公说看什么就看什么,乖乖巧巧地点了点头, 然后长达两小时被动蹦迪的噩梦就开始了。 电影以一段飙车戏进场,记名书屁股还没坐热, 座椅就顺着电影镜头毫无预兆地乱他妈摇, 他手里甜筒直接呼了一脸。 擦完脸,他打算喝口可乐压压惊, 可以被又顺着电影里的开枪镜头冷不丁给他来了一拳。 还正正好砸在他蝴蝶谷上,半杯可乐都撒到了地面。 最可怕的是,平均间隔时长不足30秒的冷气和水雾, 堪称人间真实版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打, 他裹着岑森的外套都冷地打颤。 唯一值得庆幸的大概就是, 他今天妆容清淡且十分防水, 不会被喷成黑山老妖婆。 电影结束的时候, 他已经被椅子殴打得有点半身不随, 裙子皱巴巴的, 每个小卷都精心设计过弧度的发型, 也已凌乱不堪, 整个人狼狈的, 就像在电影院被岑森林, 辱了十八遍一般, 浑身上下都写满了弱小可怜又无助。 岑森也同样是花钱受罪两小时, 但他还是面无表情, 绷住了高冷霸总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设。 他起身整理衣巾, 又朝济明书伸手。 济明书握住他的手颤颤起身, 站起来时还往他怀里裂切了半步。 他顺势抱住济明书。 济明书精疲力尽又气又累, 眼睛明亮湿润, 靠在他怀里委屈巴巴小声道, 你是不是故意的。 气死了, 我要和你离婚。 你一直以为我用到达了吗? 你赶下,